因为在柬埔寨的中国小伙被网头圈养抽血卖钱的消息在网上流传 据悉小伙是江苏人 2021年6月有人介绍他到广西工作 结果被人劫持送到了柬埔寨 小伙称被接到柬埔寨后 由于拒绝参与网络诈骗非法行动而虐待和抽血 每一个半月就被抽血三平 2月12号他被中检医工队接到中检第一医院接受抢救 目前已度过危险期 2月15号中午接着采访了当事人李亚元伦 李亚元伦向接着表示 自己是得到里面内部的人帮助才逃出来的 对方实在看不下去了也不忍心 就想办法把他救了出来 然后一名在柬埔寨网名叫南方的中国人 帮忙牵线联系上中检医工队的人 究竟是如何陷入这个黑产业链的 据李亚元伦介绍 当时自己在国内找工作 被人从国内绑过来的 我之前在深圳北京担保安 然后从北京去广西 在广西平祥市带到边境 被两个人拉到车上 他们用枪抵着我的腰 直接出境到了越南 胡志明市市第一站 然后压着坐船到了加姆寨西港 由于他因拒绝参与网络诈骗 半年内被出血七次 玻璃瓶子抽一瓶350毫升多 他们从我身上弄不到钱 只能在我身体上诈钱出来 诈一分钱是一分钱的那种 因为他们不能亏本 据了解 李亚元伦最后被以18500美金 卖给了中国城里的一个公司 而在当地这些园区 在柬埔寨遍地漏市 李亚元伦称 在每个公司都有被扣的 被打被虐的人 像我这种能逃出来的 是非常幸运的 我这种能逃出来的 我这种能逃出来的 我这种能逃出来的